好球 歡迎大家收看錄音廠檔 這個星期,剛剛農曆年假期過後 賽期抹得很厲害 很厲害 星期三晚,我們跑馬地的香港航空百萬挑戰盃 已經決勝階段了 幾匹的馬就要爭競爭最後過終點 哪匹的頭位很接近 今年很重要 因為由第一到第八名 都可以說有機會增重這個盃 今晚我們會留點時間解構現在的形勢 至於另一行是一星期四晚 星期四晚大家很奇怪 以香港沒有馬跑 當然不是,香港沒有馬跑 杜拜有馬跑 而杜拜有馬跑為何關我們 因為我們的經典帝國 就會出戰當地一場泥地的賽事 但那場賽事 就會在杜拜星期四馬日的賽事 就會出現 雖然是一場95-105分的洋賽 不過如果你有心要爭取 這個世界杯蔡爺的大賽 這場賽事不容有失要取得分 對,那場是高多分錦標 那場目標所在就是三月底的賽事 不過賽前 其實京典帝國也打算是上星期的三級賽事 但是那場其實會不會對手都不是特別多 看來回來的馬不是水準很高的賽事 但是京典帝國這次選擇是降級 拍一些洋榜賽 副榜都不是特別輕的 我想都寫難取義 最重要是拿了分 因為現在他當地獲得103分 你要去跑高多分一里賽 不是那麼簡單 是呀,高多分一里賽 大家也知道 說是國正一級賽 其實水準一直在我們眼中 今天是國正一級賽水平 但怎樣也好 現在京典帝國已經在當地來的 究竟京典帝國到了一步 去到杜拜之後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在他到的步之後 找到連馬斯蘇維做了一個訪問 讓他講講究竟現在京典帝國 去到杜拜之後是怎樣的情況 京典帝國就去到頭幾天 可能他單一隻 有一點體重就下跌了 但是這幾天好像已經吃得好一點 吃了好很多 全部一起做正常 進度也是挺滿意的 可能這次就 但是因為一隻馬 可能他第一次出去 出去 但是場地來說 我都覺得他OK 因為我也有跟我們的同事 有聯絡 一直保持著 到目前來說 他左轉的情況都OK 但是要看看那個草地 因為他都挺heavy的 都好像沙灘一樣 就是比較heavy 變成真的要看看那隻馬的情況 到跑的時候 看看他能否處理 因為有很多馬都很害怕 kickback 我相信他 但是看回他的血統 各樣東西 其實在美國那邊 都應該很容易處理 希望可以發揮得好一點 在日二號 去之前就在香港做的功夫 可不可以說一下 有些針對性的安排 是的 儘量都 譬如我們跳那幾課 我們都特地希望 馬會也很幫忙 可以讓我早上操完 就讓我倒轉來 Anticorvice來試 平時來說 我都比去年那隻發營器早多了 平時的時間 我都盡量等到收操後 盡量都可以希望 馬會給那個時間 我們可以盡量跟他倒圈 希望他可以針對 讓他熟滑 因為他之前大概都兩個星期 我們就開始這樣做 希望可以加上他 在8號的時候起程到22號 希望可以將那個問題習慣 連馬斯蘇榮都說得沒錯 因為去到經典帝國 跑道圈 大家都知道了 杜拜美丹賽道 左轉賽道來的 不過這樣 因為始終都是 那些沙地 其實情況 我也覺得比較難估計 踢到沙會點 到時才知道 不過這樣 說這匹馬 他跑過場地性能之前 有一件事是值得我們開心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跟典帝國 這次出擊的是華將 沒錯 一個全華班的奇念組合 蘇惠賢搭著梁家俊 當然梁家俊 其實在海外的拆棋經驗 都挺多的 但到了杜拜 我想也算是一個新的體驗 是的 梁家俊其實都自己很期待 因為賽前其實也有想過 究竟是楊明倫 還是梁家俊 還是去到杜拜再找其他騎士 但結果就是梁家俊 不如聽聽梁家俊說些甚麼 他現在去了杜拜 之前在香港 那幾個星期 我們都嘗試被他習慣一下左轉 我們都在左轉倒圈去跳 他都適應得不錯 他左轉的腳都出得不錯 現在去了那邊 希望他盡快適應到當地的所有東西 那狀態方面怎樣 你跟他跳了兩個快功夫 在香港的狀態維持得很好 早上其實他也不會說 真的很親愛 他保留得體力也很好 現在的方法都很好 去到那邊希望他適應到 當你收到這個 可以去杜拜參賽的消息之後 你自己的心情 當然很開心 得到馬轉認同 和連馬線認同 給我一個機會去代表 去杜拜參賽 其實我之前投鼠 或者之前去紐西蘭打比 都去外國跑過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在其他世界各地 這次是第一次去杜拜 我會做足夠的功課 希望這馬會有好的表現 的確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是否希望梁家俊 這次一到遠征馬上有成績 不過顧姿兒 你說最大的壓力 我相信在場地上 你說倒圈也好 或者騎士怎樣也好 練馬斯我也不是很擔心 是純粹一件事 因為為甚麼 你試還是試 即速度要跑的時候 是否真的可以 處理左轉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經典帝國的跑法 大家都明白 都是等在前面可以跟著 可以走的馬 可以適應的能力 我想機會會大一點 因為這幾年都看到 尾單馬場 一翻身完賽道之後 後上馬是比較吃虧的 無論是擺在前面走 甚至居中位置 競跑的馬就著述很多 始終沙子好像比較拙腳 低腳就比較辛苦 所以擺在前面走的馬 都是稱高一點 但是其實賽前也提過 蘇慧賢也怕有些曾經有吸制賽 經歷的經驗的馬 在這裡上陣的馬也不少 例如黃士 甚至乎大繼初 還是越陽主播賽 其實都看過這些馬 其實這些馬也有些賽職根據 是不是這麼厲害 先看看我們準備了一些片段 這些對手 因為我們剛剛在錄影的時候 就是一個報名表 說我們看到一些馬 這部分黃士的其中一部分 是有些賽職根據的馬 其實也很厲害 上季喇叭廢爾錦標跑第二 高多分是理財跑第二 但是今年為何一落地 這一場跑成這樣的 普通handicap 不是前面那隻 很厚的 已經拍不到 灰馬 在來撞 漸漸就拍不到 說五隻馬跑第四 但實際上輸了14個馬位 所以他跑這些洋賽 可能會不會他都覺得 自己也不覺得很足夠 這樣要先跑這些賽事 還有剛才我們看回 整個片段的速度感 又不算很強 沒錯 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本身 現在的分數已經足夠 104分 即是分數夠高 所以會不會目標 已經擺在後面的賽事 這些是不排除的 但是我也很相信 有級數的馬是會逐步提升的 上次輸14個馬位 這次應該不會輸那麼遠 剛才這一部分 鏡頭差點拍不到 我們找鏡頭拍到的 有些有的 那不是完全沒有的 這部分是大計初定 好一點 近況來說一定會好一點 其實就是17年12月才轉馬房 但是落地第一場 就輸到沒有來攻那麼遠 之後跑了兩場洋賽 哇 逢風聲地追上來 是掉了 對 關鍵好像加了一個配備 這個開篷眼罩 好像都幫到手 是 千二贏完 之後再上千四 其實都是彈得對手贏的 沒錯 你看這種跑法 你對比起 雖然旁邊都是普通的洋賽馬 但是落腳的爽朗程度 是跟那些馬不同的 這次唯一是有些 question mark 在問口中 就是那個千六的問題 到底是否真的可以處理 不過我相信就是 如果你說他想是炮高 都分得來的 這場一定要得 如果不行就縮下去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沒什麼所謂 對 就是他用金沙軒 他調轉千二 他不用怕他處理不了 對 整組馬來計 不是真的有很多後山馬 我覺得最有進步的那隻 可以說是這一隻 因為你數下去 整組某位是四歲馬 一、二、三、四 可能只有五隻在報名的階段 最後幾隻不知道 所以你說這樣看下去 我想側身的這一隻 會比較得出一點 沒錯 看看其他報名 因為很多國際評分都很低 一百或二下 經典帝國在香港來說 當然是很高班的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見過的經典帝國 當然現在轉了 我們不知道 轉右擺在前面走 一定沒有問題 還有一點要留意 外碟是不錯的 因為有時候美單賽 你不要打算貼藍 又蓋著蓋著 可能未必好事 但我們見過很多 這兩年都是 杜拜世界盃 高多芬一里賽 都是外碟不是很怕 最重要是在前面 沒錯 也要看看天氣 運氣如何 抽他用什麼檔位 希望真的抽個不錯的檔位 也讓他在前面走得到 不過有一點時間 也不妨可以說多 一隻半隻有機會跑 因為那隻甲盛龍 我看他出賽的機會也挺大 也是比較年輕一點 也是四歲 近將賽職輸幾十個馬位 但千萬不要介意 因為全部都是草地 他比較多 也叫上季二千堅里 即亞聯誘二千堅里 第三 是的 輸給軍雷暴雪 也很遠 輸九個馬位 但是起碼會跑沙地 這次回來跑道巴克的沙地 突然間有這種變數 可能構成一些威脅也不奇怪 但是跑法還是比較被動一點 要追 要追的 會不會又是可能追到頭三名 不要緊啊 朱仔 我們剛才看的片段 不像很厲害而已 很慢而已 其實是 所以經典帝國 我覺得有點機會 還有其他的對手 也要看看最後 第一他們有沒有出賽 第二就是落到場 場地情況如何 始終也是 去到尾丹跑這些沙地 走得快 好世界 第一節我們談過經典帝國 即到了杜拜的情況 下一節回來 回來香港 我們談談百萬挑戰盃 即目前的形勢會是怎樣 回來跟大家分析